Hello 大家好 我们现在是一个 大家来找茬 看我们脸上缺什么 对 我们现在是一个 没画眼妆的状态 然后呢 所以今天这支视频 是我们两个对 Yes please 这个 然后会画我们两个的 眼妆的两个视频 然后视频开始之前 还是记得给我们 弹幕 投币 收成 收成 然后可以的话 给我们点一点推荐 然后我们首页上见咯 这种美好的幻想 好呗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首先是这个盘子 大家基本上应该 也都在脸上剪烂了 嗯 然后 我觉得这个盘子 有一个最大的缺点 就是它这个包装吧 特别容易沾这个粉 因为它 它特别白 然后就沾上这个粉之后 然后它这个粉的显色 都觉得特别好 就完全清理不干净 有点脏 对 就像有点脏脏 圆一点你们就看不到了 行 那你先开始呗 我今天特意把我的 所有的刷子全都拿来了 就是这些刷子 然后顺便也试一试看 看我能不能 就是用刷子画好一个眼妆 非常考验我的技术 因为用手 反而画得更好 不知道为什么 首先 用这个米白色 把它们用大一点的刷子 铺在我们的眼皮上 全部都给它铺满 然后就是铺铺铺 把它们用小一点的刷子 铺在我们的双眼皮 褶皱内的地方 我们可以稍微高于它一点 要不然万一看不见 是吧 这个颜色我觉得还挺好看的 嗯 然后就是把它们加深一点 让它们显现出来 下面呢就是拿这个晕染刷 把它们全都晕染开 用这个比较红的颜色 把它们画在眼尾 哎呦我的妈呀 画的有点堵 然后呢就是一定要晕染 手法不够 晕染来凑 大家不要骂我好吗 我也是第一次用这种刷子画 然后就用这个金色 把它们用手指点在眼皮的中间 就是我觉得还挺好看的 你们觉得呢 用这个棕色深棕色 然后用一个特别特别小的刷子 把它当成一个眼线 但是我这个画的简直就是屎一样 然后自己也惊到了 对大家稍微 嗯 对我宽容一点 好吗 爱你们默默答 然后呢 用这个小刷子 稍微戴一下下眼瞼的这个眼尾的位置 嗯也很实 然后用这个金色呢 画一下眼头的这个位置 这个金色我觉得真的还挺好看的 虽然我并没有画出它的美 但是它确实挺好看 有点多了 再用手指给它擦掉一点 对我现在激出我们的力气 晕染刷 晕晕晕晕晕 把它们全都晕开 这样就看不出来什么了 很得意的样子 好 这就是我的啦 哎 给你了 好 我去把另外一个补上 这是我本来 哎 哎呀 这个比我太近了 先先先远一点 你看 我本来其实也比较想用这一块颜色 因为这块颜色它是那种带偏光的 我觉得它还比较像金鱼姬的颜色 但坚果刚才用的主色调就是这个 所以我打算换一个 我可能我今天妆会比较想用这个黄色 但在我之前画的几次里用这个黄色都不是太成功 我们都被它吐槽过了 有吗 对啊 就这个 现在我两只眼睛就是这样 然后我去另外一摆那只眼睛上 嗯 好 然后我可能会就主要用这一块 这块就比较偏 它弄的是比较偏红的 然后我可能会整体比较偏橘一点的 哎 还是玩一样 首先我们用大一点的刷子 沾这个粉色 铺在整个上眼皮上 去给我们的整个眼妆做一个打底 然后用今天的主色调 这个可爱的小黄色 涂在上眼皮的前二分之一处 尽量呢 给它熨染的均匀一点 然后用这个最常用的橘色 少量多次的叠加在 嗯 后二分之一的眼瞼的位置 然后呢 也带一下下眼瞼的部分 永远少要疯狂的给它们熨染 把边界熨染干净 然后用这个比较深的红色 这个一定一定要少沾一点 少量多次 然后再就是双眼皮 褶皱内 后二分之一的部分 然后也给它熨染干净 熨染熨染 然后用这个橘色的 用手指沾就好了 然后铺在眼球的正中央的部分 就一个亮亮的效果 然后再沾这个金色的颜色 放在眼头和卧蚕的位置 小清新到这一步就可以结束了 然后你想要深邃一点的效果 就沾这个深一点的咖啡色 然后放在靠近睫毛根部的位置 做一个稍微深邃一点的效果 好啦 我的眼妆就完成了 是不是还蛮好看的 我们回来了 然后我们现在 两个人都把眼妆都给补齐了 补齐了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 什么样子 美美的 你觉得美美的 这样 拉一只 只看到大嘴 好 缩回来 我们两个是两种不同的妆项 然后你可以说一下使用感受 我觉得这个其实还是挺显色的 然后我觉得还是挺好看的 我还是挺喜欢的 就是下手一定要清少亮多次 要不然就会那种特别灾的 对就刚才我那个一上去的那个红色 我的天 大家不要骂我 对我也是第一次用刷子 然后有这么多个颜色在我的眼睛上 对我还是从来没有用过这么多个颜色在眼睛上 我觉得其实还是挺好看的 有一种 我这应该是那种西洋西夏那种火烧云的感觉 我的这个是 就那种橘色的西洋的那种感觉 好 那就这样吧 拜拜 接着给我们蛋布 蛋布 我们两个帅 像双包胎一样 都是一样的衣服 对记得给我们蛋布评论 点点推荐 对好 不要忘记关注我们哟 拜拜 Muah